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超市一颗白菜卖了73块钱 而不是一颗是一颗 一颗73块钱 但一颗白菜平时大概一两块钱 这一下翻了几十倍 当然这种情况不是属于官员发财 是属于奸商 是一个特殊现象 但不是说所有的超市大家都卖这个价 他那个超市没有败了 进不来货了 他就先卖这个便宜价 那最终呢 为什么官员发财呢 就说这个进货的途径 可以垄断了 这个市长说你能进来 这个白菜就运进来 市长说不能运进来 这个白菜就运进来 最终呢他会把这个价格呢 放在一个比较 让老百姓能够成熟得了 觉得有点贵还能买得起的一个程度 然后呢还要消费一些 那都都太贵了 只能卖一颗的派赚不了钱 这样呢这个官员呢 通过垄断就赚到钱了 当然呢这个官员既然能够发财 那就肯定呢 希望呢这个垄断 或许的话呢 自由买卖 谁想买 谁买 谁想卖 这个跟当官的没关系 但现在一风称 他能赚钱了 所以呢他就希望封城 但是他毕竟来说呢不是皇帝 他说了不错 封了城以后呢 他就成了土皇帝了 那他要想封城 那怎么办 他就得找这个防疫部门的官员 当然过去的时候呢 反正请示上级 最多是找在最高的话是请圣旨 过去皇上请圣旨 皇上下旨封城 那就可以封城了 那皇上呢又听这个官员呢 他可能不给皇上行贿 给皇上行贿 皇上为了自己的江山 他可能不收你 但是这个百相啊 这些朝铁的大臣啊 他们可以跟他们说 哎呀这个我这个地方 瘟疫太严重了 但是得有一点 特别现在呢 要透明了啊 你总要有发现几厘 我恨不得 我这个地方 赶紧挖出了三厘五厘的真实兵力 又有个十厘八厘的疑似兵力 哎差不多了啊 然后呢 够条件了啊 把我这个地方赶紧给我封了 封了以后我就说算了啊 那大的是封城 小的是封村 那村长过去说了不算啊 那自己去打工打工赚钱的赚钱 那谁 你一个村长啊 我这个一个一个 挣一百万呢 这个你村长挣钱没有我多的 现在不行了 现在咔嚓一封这个村 你进来出去就要听村长的了啊 好在呢 现在呢 还有一个通讯工具 他没有封网 他恨不得连变化在网全封了啊 那打电话打不出去 打电话得经过村长同意 他有这个权利的话呢 那就更厉害了啊 当然了这个 中共呢还没有喘到那个程度啊 他还是允许一部分呢 有电话能打出来 允许一部分声音呢 能够发出来 他在互联网上 直到一些真实的情况 那个地方官员呢 还没有那么肆无忌惮啊 过去的话呢 这个上京告愚状 偷出的跑出来啊 我们的官员太黑了啊 我们的本来是 瘟疫不是很严重 我们的官员碰了以后 非要让我们这个这个这个 买他的大米买他的盐 什么 这个这个价格翻了好几倍 那就告愚状啊 现在呢不用告愚状 现在在网上 发一发就行了 当然封城以后呢 有些地方呢 可能断网 一断网呢 这又是个问题了 一断了网 消息八度出来了啊 这个地方官员呢 就更加呢 肆无忌惮啊 当然目前断网的情况呢 看到是会存在 也就是说呢 首先他不给那个地方的官员发言 地方的公务员 任何公务人员 包括离退休的 都不敢说话 我有亲戚啊 我有朋友啊 我问他们都不敢说话 但是呢 普通老百姓可以啊 像我妈啊 跟我说没问题啊 他现在管不到普通老百姓 但是呢能管到官员 普通老百姓呢 如果是在群里发动力 他就给你拘留啊 但是一对一的啊 是没问题的 但这个公务人员那不行 一对一也不行 因为他那个微信啊 什么什么 就特别监控的 最后呢 他们只敢管 过年好啊 什么这个 生活好 说的只能说好啊 或者说这个 你说是戴口罩了 白菜多少钱了 他就不说话了 或者说呢 不说 或者说不知道 那反正是他们不敢说 呃 那整个这个官员发台呢 大概就是这几条途径啊 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Fighting 各位 DP ista b